三十八歲的張帕姿去年十一月再為人母 雖然有傳BB的爸爸是65歲的新加坡富商 但帕姿一直沒有表態 帕姿日前在內地節目說到 因為自己太喜歡小朋友 所以才會繼續生 帕姿又說自己雖然是單身離婚 但也很陽光、很彩色 要愛就愛,不要保留 就算傷心難過都是一個經歷 她又說自己需要一個靈魂伴侶一起走下去 一個老了都依然會繼續照顧對方的靈魂伴侶 最後帕姿還說現階段的她 非常幸福又滿足 在節目中帕姿又坦誠自己出道21年 曾經做過很多錯事 不過自己從來都沒有後悔 雖然說對自己所做過的事不後悔 但帕姿提及過往的傷痛就一度僅厭 說自己當年來受到不一樣的攻擊 但自己從來都不會怨天尤人 還說自己受傷害到極點 雖然帕姿未提及所謂的傷害是甚麼 但就有網民猜測在當年 紅洞娛樂圈的艷照們 以及與謝霆鋒離婚有關